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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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参与人数超过38万的歌曲 就是来自韩国女团妈妈木的成员华莎 在上个月发行的个人主打Maria MV里的华莎也用华丽的造型吸引了我的眼球 然而这首歌却是她亲自参与作词 用这种方式记录了她出道六年以来的行录历程 歌曲中的Maria正是代表着华莎自己 华莎从出道以来就因为自己的外形放射争议 只是因为跟我们常见的那些 肤白貌美的女爱豆有些不同 就让她遭受了长大六年的嘲讽和质疑 可这些言论并没有把她激荡 反而让华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个人风格 在演唱会上这位撒妞甚至这样说道 不愧是在舞台上 斯类全场的女王大人 这段发言不知道鼓励了多少 因为自己的外貌感到自卑的人们 正是因为华莎的存在 让我意识到了所谓的美并不是停留在表面 每一个自信的人其实都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了解了背后的深意 不知道你有没有更喜欢这首歌呢 华莎的这首歌让我不优得想起了昨天登山热搜榜单的Yami 曾经作为火箭少女101的成员 从选秀节目中顺利出道的Yami 不仅担任了组合的队长 更是以超强的Rap实力得到了不少认可 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孩 尽管因为外貌不够符合大众审美 竟然在公司的员工大会上被老板当众羞辱 反复强调Yami有多丑 录音一经曝光 瞬间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仅用一天的时间就突破了50万的转发 网友们纷纷表示 艺人也是人 凭什么要被她这样贬低 许多艺人也纷纷站出来为Yami发声 认为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Yami就是最美的 自信的女孩理应被尊重 有这么多人愿意在背后为Yami撑腰 希望事情最后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关于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拜拜